另外韩国瑜最近出席了工商总会的春酒 举杯喝了一口就立刻皱眉头 威士忌加热茶被恶搞 当然工商总会刚刚有发表声明 认了说是他们参会人员的疏失 但这不是一件事 好多件事情 包括叶元智今天 有记者要来他办公室拍照 然后他去报备总务处 然后立法院总务处打电话给叶元智 叶元智立委 叶元智说超凶的 凶的不得了 说这个整宅办公室拍 别人不能拍 这样对立委讲话 立法院总务处是有多大 所以立法院水很深 所以难怪韩国瑜长有弊端一定会处理 螺丝要拴紧 这句话其实就是得罪人 难怪要给他穿小鞋 韩冰怎么看 老实讲言之太客气了 可能因为我们以前做记者官 我在立法院拍照从来没有问过任何人 我就直接拍了 不然呢 这样 我为什么要问你 原智还客气了 我就问他 那听说那个周杰对他非常不客气 非常凶 非常凶 一副好像他才是老大 你搞清楚 你们是负责协助立委处理事务的行政人员 立法院谁是老大 当然是立法委员是老大 这新科立委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要拿出魄力出来 老实讲 他过去在高雄市政府 就是因为讲什么爱与包容 讲什么希望能够安定市政府这些员工的心 所以想说一切都算了不会既往不救什么东西 然后这些人看你对我软 你对我软我就搞你啊 他们那时候每天开会 会都还没开完呢 会议记录什么东西都已经外面媒体都知道了 然后每天韩国瑜的行程外面掌握了一亲二组 谁干 高雄市政府员工干的啊 那韩国瑜拿这个没辙 你上次已经被害过一次 这次你要再来一次吗 所以不要对这些民进党的人客气 老实讲立法院里头有的员工 可能真的是偏民进党 有的可能是比较中立 那有的可能偏国民党 OK无所谓 就是公事公办 你只要被我抓到 你有问题 就是不是开除就是掉职 就这么简单 老实讲立法院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干记者的每一个都听过 而且最奇怪的就是 第一个电梯永远有一步是坏的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不是有成就 就是今天修这个明天弄那个 这边破破烂烂那边又怎么样了 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老是这个状况 他本身确实老旧 但是好歹现在的工程技术 也不可能一直坏吧 这中间没有人谋不张的问题吗 我认为韩国瑜这次就比较手软 抓到就是直接法办 这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该做就去做 然后我也希望国民党这些新克立委 不要让人家骑到你头上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拿出你立法委员的魄力出来 你是人民选出来的 这些立法院的行政人员 大家如果能够和平相处 能够彼此客气当然很好 如果要跟你摆什么关架子 他算哪个人充上虚虚啊 直接给他顶回去 根本不用对他们客气 然后再来 这个恐吓性这个事情 我认为不可不妨 虽然目前这个IP是新加坡的 可是我们跟新加坡关系不错 可以去拜托新加坡警方帮我们查一查 至少厘清一下 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假 然后也要小心 老实说现在局势这么混乱 有一些人确实可能对韩国瑜 当立法院长心声不满 你不要看了 也许恐吓了这个人没有动手 反而点醒了某一些人想说 我是不是也来做一次看看 所以我们去过立法院的记者都知道 立法院的维安烂透了 根本就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 所以立法院的维安 本来就应该要加强 这是保护立法委员的安全 因为难免立法委员在外面会得罪人 会有一些东西会惹民众不满意 所以基本的维安是一定要做的 邮件的检查也是一定要去做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当中 韩国瑜这个一口有没有 表情立刻这个变脸 所以你觉得呢 因为他们是说 工作人员不小心把威士忌倒进去 哪一个人会把威士忌倒入热茶里 我也觉得很怪啊 谁会做这件奇怪的事情 你说通常用热茶 偷偷把威士忌换掉是有 因为不要喝酒 哪有人在热茶里头倒威士忌 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 而且那天那杯是专门喂韩国瑜准备的 所以准备的人一定知道 那是韩国瑜要喝的 这个人是故意在做弄韩国瑜吗 还是 还好韩国瑜当场反应立刻不喝了 如果韩国瑜就 就这样把它喝下去呢 会不会外面又开始在传说 你看韩国瑜喝到威士忌很高兴 又可以喝酒了 又是酒空了 不是而且从这个炸弹过来 这万一不只是茶跟威士忌呢 他今天放威士忌如何放的是毒呢 对啊我也想问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 当然现在很难去清查到底是什么问题 所以韩国瑜自己也要小心提防 现在要算计你的人非常多 所以第一个你要拿出魄力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也不要去讲什么爱与包罗 不要讲什么温量公减让 没有这回事 一切就是公事公办 然后随时提防小心 小心有人要暗算 对啦 我是要进广告了 但这个事情一定要让丽将军讲一下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绝对不可以等钱四支 因为四年前我那时候陪韩国瑜 那时候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有一次这个辩论会 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 然后进去的时候 韩国瑜那时候 他那个喝的水都是我们拿给他的水 他绝对不喝里面的水 就那个时候在媒体里面还特别讲说 你韩国瑜怎么样 以小人之心度我们君子之父 韩国瑜不是出来的时候 他好像插那个 去梳妆的时候插一点那种 护唇膏 然后他觉得说是回来以后觉得身体不舒服 那媒体还故意说讥笑他说 你就故意怎么样说谎啊 或故意羞辱我们 那后来我们那时候陪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所有会议里面接受的行程 我们那时候陪着他在旁边 他所有喝的水 只有他只喝我们递给他的水 他别人水不喝 那是因为丽将军 你们那时候贴身护卫是有警觉心的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不在选举 加上韩国瑜的个性 所以这一定要查清楚 韩国瑜针对这个事情他有讲 说不教而杀位之虐 他并没有说他不杀 他只是他我现在告诉你 我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有比以前要硬 有比以前更警觉了 但是他的个人安全问题 真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一杯我觉得韩冰讲得很对 以常理来讲 那人会把酒到热茶里面 而且那个位置就是韩国瑜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其他人混在人群里面 你随便乱倒可能倒错 那个位置怎么可能倒错 所以怎么想都不太对劲 但还好只是茶跟威士忌 但是怎么想都不太对 如果卸药呢 还不只是卸药呢 也许是我们想多 希望我们想多了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